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习了中把位的一二三和四指的练习 在四指当中我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四指的外弦的一个发和内弦一个息这样一个练习 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从那个四指的这个把位图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四指它要负担四个音四个音外弦的一个四指的发和内弦的四指的吸 同时呢还要负担外弦的一个骚和内弦的一个高音刀 下面我开开这个共享大家看看这个图 我们再复习一下 好 我们看这个图 看这个 这个箭头高音刀这是内弦 内弦四指高音刀外弦四指 好 我们的中把位四指伸展练习有这几个要点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 刚才我讲了我们的四指呢 它要管四个音 我再重复一遍 管四个音 外弦 发 高音发 内弦 中音息 这是上节口我们练习的 它两个不在一个位置 同时呢还要负担外弦一个高音刀 和内弦的高音刀 就今天我们学习的 好 在我们中把位啊 我们 有两个关键位置 第一个关键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一指 高音刀和中音发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是因为我们要通过一指去定位我们的虎口的位置 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啊 第二个位置就是我们四指 高音刀 万千的刀 这个刀 这个刀呢 和我们一指 它们是呈现是个五度的关系 一指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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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五度关系 内弦呢也是一个五度关系 我们内弦一指呢是刀 那么我们的四指呢 同样的位置是一个高音do,fa, sol, la, si, do,也是一个五度的关系 fa,fa, sol, la, si, do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四指,我们四指要担负四个音 一指和四指伸展这个骚和刀,它们成是五度关系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 我们外弦伸展这个骚,这个骚,我们如何把它拉准呢 我们听听这个,我们可以用空弦的中印骚和我们四指伸展 伸展这个骚,它们是一个八度的关系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是空弦骚,这是四指的高音骚 我们可以利用空弦去校正,校对我们的四指高音骚的音准 好,同样的位置不动,按照不要动,拉内弦就是高音刀 高音刀,当然了这个刀我们也可以通过内弦,内空弦的中印刀 去校正我们四指的高音刀,去校正我们四指的高音刀 内弦空弦中印刀,高音刀 高音刀 好,外弦 就是 就是 骚,骚 好,这是如何把这个刀和骚去拉准 另外呢,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这个可以用校音器去调对我们的外弦骚是A 内弦的高音刀是B 好,这是 这是 一点 再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四指的伸展,这个S和D 我们这个三指和四指的指具要比我们的上把位三四指的指具还要什么,还要宽一些,还要宽一些 我们在上把位,拉那个,就是外弦刀,R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指具,指具已经很宽了 但是这个位置啊,在在中把位,M到S 这个指具,比我们上面的还要宽一点,因为我们在上面呢 那个刀和,高音刀和水呢,它是一个二度大,大二度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中把位的三指和四指呢,是一个M,F,S,是一个小三度的指具关系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伸展呢,我们的四指的伸展还要比那个上把位的四指的伸展还要难一点 还要难一些 那么 整体的伸展的方法和上把位四指的伸展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要领是一样的,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那就是必须要伸展的时候,我们的是我们的手掌,必须的,必须是充分的展开 就是这个地方啊,必须打开,或者叫打开 四指啊,要伸直 本来,本来我们那个四指就短,如果我们在弯曲,那我们就 我们伸展按这个,按这个刀的时候啊,就更困难 我们尽可能的要把那个四指去伸直 再一个呢,我们的拇指,我们的拇指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拇指一二三指是放松的,我们的拇指呢,也是松弛了 当我们四指外弦的时候,这个拇指呢,是紧张的,是上翘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平常呢,我们是这样的,打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拇指啊 还有我们的拇指,我们的拇指,我们的拇指,当我们小指伸展的时候,我们的拇指呢,也是一个打开一个状态 也是这样的形状的,大家可以看啊,放松是这样的,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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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这是放松的,这是打开的 就是这个,这个关节和四指,要往充分的伸展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的食指,我们按,我们四指按旋的时候,一定要啊,尽可能的用指度去按旋,就是靠近指度,第一关节指度的位置,不要用指尖去按旋 好,我们看看这个手形啊,我们看看这个手形,打开,四指这样的手形 好,这是一点,再一点呢,由于我们的四指要充分的伸展,越往下伸展,我们三指的弯曲度,这个弯曲度呢,就要越大 一般情况下,我们按,按四指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保留着三指的,那我们三指的弯曲度,就要增大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才能使我们那个三指和四指,保持一个小三度的,一个指去关系 三指外弦是mi, mi, fa, so 嗯,我们内弦呢, la, si, do, la, si, do,也是一个小三度的关系 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上节课我们讲的,我们的四指伸展的时候,这地方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 我们手背啊,当我们四指伸展按弦以后,左手呢,应该立即恢复到我们的自然的松弛这样一个状态 不能始终保持我们这个地方,手背的紧张 啊,也就是说我们当按一二三指的时候,不按四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手背松弦来,保持正常的首先 啊,这是一个,再一点呢,就是注意我们的保留指的运用 保留指的运用,啊,原来我们讲过啊,按四指的保留指有一个,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当你四指按弦之前,啊,你是哪个,按的是哪个,是哪个手指,你就保留哪个手指 啊,四指伸展之前,伸展之前的按音手指,必须保留 四指伸展之前的按音手指,必须保留 当然了,我说必须太绝对了啊,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吧 它的好处呢,啊,主要是,它为四指,起到一个一个这个音准目标目标的一个作用 啊,比如说,米骚 啊,我,米骚 我们,米,三指,米,四指,骚的时候 我们按四指的时候,我们按四指的时候,我们保留着三指 你心啊,你心里想那个,米骚 用米这个音准去校正我们这四指的骚的音准 比如说二指 比如说二指 软骚 外形啊,软骚 四指的骚,保留着二指 好,这是一个,比如说一指 四指,到骚 一指 四指,骚 我们保留着一指 好,这样的话,起一个对这个四指的音准,起一个这个音准的目标作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我们的指续的安排 啊,合理的安排 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米骚,米骚 啊,保留着米 如果我们不保留着米呢,就这个 就是一个单指按,就成一个 多做一些不合理的动作 啊,这是一点大家注意的 还有呢,就上节课我们讲了,再重复一下 就是,由于我们的四指呢,灵活性比较差 啊,长时间练习 会造成我们的四指这个手臂的点发酸 尤其是我们在 学习四指 扩展练习,拉这个练习曲的时候 伸展的,伸展度 要比,要比我们上节课那个发和息 还要什么 还要 累,这个四指 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休息 啊,拉一会儿和停下 保持我们的地方松弛 最后一点呢,就是 上节课我们讲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四指 就是,无论怎么样往下伸 我们的虎口这个位置 要适中保持它的稳定 不能因为我们的四指的伸展 啊,造成我们的虎口随着四指的下移 而移动 这样就形成,我们造成了我们的 一二三指的音准出现问题 还是说 啊,上节课上节课我们讲的 我们可以四指 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朋友 我们的四指比较短 啊,可能在伸展当中啊,你够不到这个音 啊,可能啊,这个地方会有点变形 有点变形,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根,就是我们这个 虎口这个根,这个地方 是不能移动的 不管这个怎么变形 回来还是这样的 回来,你看,再还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始终没有移动 这个地方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一般刚开始学那个四指练习 尤其是学习这个四指伸展练习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虎口的上下移动 造成我们的音准 出现问题 好吧,这个地调中把位 这个四指伸展的要点 一共有这几点 下面我们看练习曲 大家把那个,我发到群里这个练习曲拿出来 大家要有个思想准备啊,地调中把位的四指伸展练习是比较难的 比上次我们学的这个,四指练习还要难 还要难 当然啦,我们四指的伸展练习 可以不作为我们那个重点 因为我们初级学习 因为我们初级学习,我们中老年同志学习这个 这个二胡啊,尤其是初级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学习四指的伸展比较难的 但在我们这个初级的练习当中 包括一些乐曲和练习曲 用到这样的,这样的四指的伸展的地方不多 包括我们平常演奏一些歌曲 这个伸展也不太多 也不太多 尤其是内弦,外弦可能还多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要系统的学习 给自己二胡成长啊,成长空间更大一些 那么我们还是要多练练我们四指的伸展练习 它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地调中八位 还有我们很多调都要用到我们这四指的伸展 好,我们看看这个练习曲啊 练习曲的这个第一行 我们标的是外弦 这四个小节是一句,都是外弦 我们拉之前,拉之前呢 首先,还是应该 先听听我们的四指那个扫的位置 准不准 怎么样找呢 就是用外空弦去比较我们的四指扫扫扫扫扫 这个八度音的对比 好,这个掌外弦四指扫准了 我们拉内弦 就是高音刀,内弦的刀 当然了也可以用内空弦的空弦刀就交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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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好,我们找准了以后呢 好,我们再用三指把M按准 怎么样按准呢 找一找,先找到这个外强的D-D-D,D-D-D 这样咪准了 好了我们保留住林 然后米,收 注意保留到三指 现在是保留用三指的 保留还是三指 米,收 注意一定要用拉梳之前 我们记住这个咪的音高 去用这个咪的音高去标准音 去较对我们四指梳的音高 这是准的 如果出现这样的 这个就低了 或者是高了 一定要去 好 下面也软软哨 注意我们拉梳的时候 同样的二指梳 在按梳的时候 还要尽可能的保留住我们的二指的梳 保留住二指 再按梳 好 下面 re so mi so re re so 我再拉一遍 第一行 都是外弦 好 第二行呢 内弦 它的指法和外弦基本上是一样的 换到内弦 内弦二指梳 梳 我们拉梳的时候还听一听 可以用用什么 用什么来矫正我们这个内弦这个梳呢 用外空弦梳 去校对我们内弦二指梳 都是梳 它们在一个八度 它把梳准了 好 注意 按四指的时候保留住二指 注意到的音准 如果手刀 你把握不准 不知道拉它准不准 我们可以利用 利用什么 利用上把位 利用上把位 利用空弦梳 和高音刀去调正一下 它一样的啊 对 对 外空弦梳 一指刀 扫刀 叫对我们这个 好 下面拉拉刀 还是保留住三指 那些三指拉 好 下面拉刀 扫刀 拉拉刀 好 怎么样 知道自己拉的准不准呢 我们可以回到上把位 去听一听 扫 拉刀 扫刀 拉拉刀 好 我们上把位 这是上把位 好 我们在下把位拉 它是一个音域的啊 在一个八度内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音色是暗一点 再听 好 外空弦 这样 校对一下自己的音准 好 我把那个第二行连起来拉一拉 好 照一下看 第三行 对到 米扫 注意 米扫的时候和第一小节 第一行第一小节是一样的 我还是要保留住三指 好 下面 扫刀 米扫 注意 扫 扫 我开始保留这个扫了 保留着二指了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把第三行点起来拉一下 我拉慢一点 注意 注意四指这个梳一定要保持它的音准 不准了我们可以利用空弦去校正 还有一个诀窍 就是当你四指的外音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按弦的力度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这个嗓现在低了 低了低了 低了低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加大按弦的力度 使我们的弦张力发生变化 把这个音再偏高 用劲儿它就偏高了一些 准了 刀也准了 好再一下 下一哈拉扫拉刀 第十三小节 这小节呢 又变成内弦了 注意 拉刀的时候还是保留着三指 下面扫刀拉刀 好 下面扫拉扫刀 都是二三四 这三个手指的手指的组合 这一行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用上把位外弦 去校正我们的音拉的准不准 同样这一行 第十三小节这一行 我用上把位去拉 大家听一听 拉扫拉刀 扫刀 拉刀 这是用上把位的外弦去拉的 好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中把位的内弦 再听一听 要保证我们的音准和上把位基本上是一样的 音色不一样 音准要一样 好 我们再看下一行 十七小节 这一行全是四分音符 好好注意 我们凡是米扫 按完米干完扫数都保留着三指 到软的时候你看看软是单指来弦 单指来弦 软 单指来弦 米和单指来弦 扫保留三指 下面软扫 单指来弦 三保留住二指 米 保留住三指 这样 这行我连起来拉 再换到内弦 扫拉扫刀 拉刀扫刀 还是按照前面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通过上把位去校正我们的音准 扫拉扫刀 比如说 内弦 中把位内弦 当然我们可以不动 可以不动去校正 用外弦移指 外弦移指 去校正我们内弦四指这个刀 准不准 这是外弦移指的刀 高音刀 好 内弦四指的高音刀 也是一样的 都是高音刀 音色不一样 大家注意 我按这个刀的时候 四指按这个刀的时候 比四指内弦这个刀 要比外弦这个高音色 难度还要大 难度还要大 为什么难度大呢 我们的四指在内弦的时候容易把声音按虚 四指用不上劲 所以我们按四指按内弦四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力度 要适当加的力 另外不能够从侧面去推弦 要基本上去正面去压弦 当然不是完全是正面 它相对外弦来说 它是稍微要正一点 要用上用的劲 要不然这个声音就会发虚 这是一个 再一个 还是刚才我讲的 我们要学会 通过弦的张力 去调整我们这个音高 好 现在我的低了 我稍微一下用的劲 外弦力度加大 这个刀就正常了 好 这一行我再拉一下 稍拉 稍刀 拉刀 稍刀 再来一遍 再听听外弦 内弦 是比较难的 好 我们猜看下一行 下一行呢 前面两个小节是外弦 后面两个小节是内弦 和上面不一样 上面是一行内弦 一行外弦 一行外弦 这个地方 这一行是两个小节外弦 两个小节内弦 米稍软稍 好 下面倒稍 这是这个曲子第一次出现一指和四指的交替 那我们保留指的运用 原则上我们按一指按完 按四的时候保留住一指 我是保留着一指的 当然了 这个不绝对 如果我们的四指相对比较短 我按不准 也可以松开一指 这样啊 也行的 有没有这速度比较慢 也行的 甚至单指按弦也行的 当然了 一定要把音按住 一定要把音按住 可以不保留的 好 这两个小节我再拉一下 米稍软稍 短稍软稍 好 下面换成内弦 掃刀拿刀 法刀拿刀 四指 好 又是一个一指 它和前面两个小节的指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有外弦换成内弦 好 我把这一行连起来拉一样 米稍软稍 好 最后一行 都是外弦 这个小节没有四指 一指二指都是单指暗弦 一指二指三指都是单指暗弦 不用保留二指 下面扫 扫 扫法标错了 第一个扫是拉弓 第二个扫是推弓 好 然后 推弓错了 第二个扫大家可以改一改 第二个扫是空弦 不是高音的 而且是推弓 推弓空弦 然后拉弓刀一指刀 一二三四 大家注意这地方我打错了 这一行我连进来拉 注意两个修指 那就把它拉短处一下行了 有个演奏的提示大家看一看 这个刚才其实都已经讲过了 主要讲的是保留值的运用 不再说了 大家看看就行了 好 我把这个曲子拉慢一些 大家可以跟着我 跟着我轻轻的去拉一下 我开个节奏 开个那个节拍剑 我标的是每分钟六十拍 每分钟六十拍 刚开始我们拉的时候 可能啊 可能还是有点那个 有点快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放到五十五拍吧 放到五十五拍 听听哈 刚开始不要太快 现在是五十五拍 五十五拍 不行 再慢点 五十拍 五十拍 这个 这个速度啊 先找准 找准音 准备好 预备 七 三 对 这 刘 他从头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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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头反复